在道场做事情总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烦恼来时总是控制不住 该如何调整自己心态 发真心为众生疯 这个问题是教育问题 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有冲动 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忍让 所以这是教育 所以如果我们把弟子规学会了 学好了这事情就没有了 所以中国从前的社会 从小弟子规是从小教的 所以从小就知道忍让 我这一生 今年活到八十多岁 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平安 过得很快乐 就是懂得处处忍让 从哪里学来的时候 十岁之前 我住在农村里面 父母教的 老师教的 那个时候老师死书 中国传统的教育 都是教你 孝勤 尊师 都是给你讲能力道德 给你讲因果报应 我们这从小咋的梗呢 一切是能够让一步 不海阔天空吗 那别人做这个事情 我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但是他做得虽然没有什么好 能过得去就好了吧 如果有很大的伤害 我们就劝道 劝道不听的 我们可以离开 我也不破坏这个道场 所以一定要学人 学佛 人是成败关键 你看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得成于人 这个一切法人 事出世界一切法 你要想成就 那就忍耐 大成就 要大的忍耐 小成就 小的忍耐 菩萨成佛 最后一个考验 是割力王各界身体 那样严重的忍辱 菩萨的人 一丝毫成会已经没有 而且发病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来做你 你看看多慈悲 所以要学忍让 从忍让提升 就是离让 离让比忍让高了一级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真正修学 真正做功夫 那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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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